吃素食也可以做公益 周末两天在远东百货前广场 举办了为土耳其大地震募款 爱心公益蔬食市集 邀请到十多位素食摊友齐聚 带来琳琅满目的全素美食 响应的摊商也捐赠了 10%以上的市集收入 为日前土耳其大地震进一份行李 来花莲不只有东大门夜市可以逛 喜欢素食的朋友又多了一个美食聚集的选择 由下班小市集和花莲远东百货主办 为土耳其大地震募款爱心公益蔬食市集 3月4日5日周末两天 在花莲远东百货前和平广场举办 有全素食的十多位摊友 带来全素食的美食 响应的摊商也将捐赠10%以上的市集收入 为日前土耳其大地震进一份行李 连蛋跟奶都没有 就是下班小市集 让更多 因为吃得更纯更干净 然后不想要伤害小鸡跟小牛的这些伙伴们 可以吃到更干净的 就是纯粟的小市集 下班小市集 那因为最近土耳其大地震 所以我们台湾有去援助 因为当初921大地震的时候 土耳其又来援助我们 那前一阵子就大家一起在爱心募款 那我们的伙伴们就觉得说 哇 这次真的很想要一起响应帮忙 土耳其大地震的灾民 尤其是那边的孤儿 因为现在那边整个地震完以后 等于是我们921大地震三倍的严重 规模之大 已经2万多人已经伤亡 已经甚至找不到了 十几万人现在是流廊在外面的 而且那边现在是冬天 所以我们想要赶快送毛毯过去 所以现在就在募集这份爱心要送过去 所以我们今天就办了一个爱心的市集 公益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摆摊 然后邀约各方的好朋友一起来 然后今天所有的食物卖出去 大家都会捐赠10%以上 大家以各自能力来决定 就是为了土耳其大地震 然后捐出来 然后一起为这份爱心汇聚在一起 所以其实接下来还会有 18到19的时候下个礼拜 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 到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单位一起跟我们想应 像这次捐学中心就一起来响应 所以一起来捐学 然后一起响应 然后所以他们也一起捐款 对 然后前面的光源机车 还有三清的工程会 其实这些协会都一起来帮忙 执棋科技大学 执棋大学 都一起来响应 所以其实是花莲在地的力量一起来 而且这次很重要的是远东百货 他们赞助了这次的场地 免费让大家一起使用这边的场地跟水电 然后他这样子真的是 比如说他是这边的大家长 带动大家一起来这边有好的市集 然后可以分享爱 没有蛋跟奶 吃得更纯更健康 将传统夜市你想得到的品项 通通以速食食材来代替婚食 这次活动还搭配慈祭癌症筛检中心 华林捐血站和三清功德会等单位 在捐热血之余 认识儿童癌症 也能一起尽奋心力 用新台币支持摊伤 为日前土耳其大地震募款 3月18、19日速食市集 同样会在花莲圆百前广场登场 喜欢吃的民众不要错过 接着讲帮热华林诗报道 出汤随锁 散热华林语